欢迎订阅新鲜食材 熬煮出浓郁汤头 Q弹的面条 悠扬其中散发着佳的味道 香气独特的紫苏莓 散入真挚软透的冬瓜块里头 鱼韵不断地在口中萦绕 从事美法业的力情师姐 常常运用时间抄写食谱 从笔记里面找灵感 不知不觉的 她收集了数百道的食谱 现在新鲜派 健康带我们来欢迎我们新宿派的粉丝 观力情师姐 师姐您好 大正师姐好 你是粉丝要跟大家打招呼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的粉丝 为什么呢 听说她看新宿派 学做菜 然后呢还是乖宝宝还抄笔记 对不对 听说光是这个笔记呢 边看边抄 抄了三百多道菜 对差不多 哎呦糟糕了 光是你那些笔记 都可以出一本叫做 社区香肌的食谱了 真的吗 当然可以咯 我们好感恩哦 好感恩哦 你们的社区一定很感恩你 感恩 好 那我们呢 今天就要让我们这位超级粉丝呢 来做料理给大家吃 请问呢 你今天做的料理是什么 红烧蔬果汤面 哦 好棒哦 健康哦 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红烧蔬果汤面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红烧蔬果汤面 材料有素羊肉二分之一斤 红萝卜一条 白萝卜一条 八角四粒 桂花叶一片 苹果一颗 香菇六朵 番茄一颗 玉米一根 辣椒一条 老姜一小块 面条适量 绿花椰菜适量 调味料有酱油一小匙 酥蚝油五小匙 冰糖三小匙 好我们看到了些材料呢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力情师姐 开始来操作了 好您先来做哪一样 怎么做 我做那个酥 黄烧蔬果汤面 怎么样处理这些 就是先切红萝卜 切滚块 切滚到块 对 其实我们在想说 你们都猜不到力情师姐的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人家说一个人一生 不管是怎样有三把刀拿在手上 你就是 家庭一世一世一世无缓 就是叫做剪刀 菜刀剃头刀 对吧 对 我都不用拼菜刀 你不用拼菜刀 你现在就拼菜刀了 真的不可思议 真的 你是三刀拿到哪一刀 我拿到剪刀刀 剪刀刀 以前是叫做剪刀刀 肺部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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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部高压是会怎样 会喘 然后会半夜都不能入睡 那有办法可以解决吗 不能解决 那时候医生跟我宣布说 我只剩下三年的寿命而已 哎哟 其实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 真的超级沮丧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那时候就想说 男生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对对对 然后就又觉得很黑暗 然后当你生病的时候 是最需要人家关怀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 后来就可能是商人听到我的声音牌 然后他就来我梦中 对那梦到什么呢 梦到有一阵飘香 然后就好像那时候我还是不太认识商人 然后你有怎么接触过吗 接触过有 其实我20岁就是那个会员 哦就是已经是我们的会员了 对但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我的钱是缴在到哪里去 哦只是就是缴工头看而已 对对就说 也没问题啊 对就是说 那做生事没问题啊 哦就是交情最简单啊 对啊 然后就商人 那时候我很想看书 是 那我从小就是失学啊 然后就很喜欢看书 那当我有接触那个禁师堂的时候 嘿 我就都是去我们的书圈看书 哦 在高雄禁师堂 对那时候 那时候我都刚好很有因缘就 就碰到就那个请购上人的生死戒指转 哦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无常 嗯嗯嗯 然后生死是很自然法则 嘿嘿嘿 所以我那时候当医生宣布我生下三年的时候 是 我是没有恐慌 但是我一到我先生问我的时候 我反而是 就是很很感动 因为他关心到我了 对啊 他说我就 我就忍不住 我就累累了 然后就跪下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剩下三年 我希望你不要阻挡我人生该走的路 所以我就走得很自然 所以师兄答案 你难不过也阻挡你的路啊 对 好那我们这个要煮了吗 对 好现在水开了 好我来帮你 来 哇 好这个放下去了吗 对 先放红萝卜 红萝卜啊 好 然后呢 哦那个是 这个是素羊肉 素羊肉也就是香菇头 对 好那那个时候 做瓷器 那可是又在想说 你自己身体有这样子的一个 肺部的高压对不对 对 那呼吸有一些影响 对 而且都不能睡觉 但是很奇怪 做瓷器就不传了 一企股我就是看得很好哦 我现在看得很好哦 没在传了 好奇怪哦 这个也是可以一起放 好这个现在先放是不是 这个先放 好这个先放 好 好 真的真像我算啊 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瓷器 你做些什么 我做瓷器那时候是就是接触那个医疗 哦 先从医疗志工开始哦 对对然后我们再放下这个 这个姜片 好姜块 然后 然后再放红椒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那个 那个什么人家说的 那个灯笼椒吗 对灯笼椒 灯笼椒有险耶 跟险我们放一半就好了吗 对 这个很险耶 对 对 这是柳鸡的啦 哦 但是这个没有一点辣也不好吃 那就要悬虾吗 不用了 不用了 对 因为 八角 哎呦辣哦 你这样舔一口 哎呦很辣耶 然后这个就大概 八角 然后 这个也是不可思议 这个是当我想 不知道说会有这个阴棉 要来录这个 对 后来他给我访问的时候 说要赶快 想食谱 结果半夜起来想的 自己想的 好啦 叮 出栏之间 灵感就来了 对对 你看看真的 哎我发觉 这就是心念耶 对对对 从你刚刚在那边 跟我们分享那个过程 那个就是一种 心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是 哎 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积极的投入 做医疗志工 对 那做医疗志工之后 你觉得你的那个身体状况是有 有可以 有进步 进步很多 嗯 对 后来就是 入金帐以后 是 入金帐 开始 就是 就是那个一年也是很不可思议哦 对 你说那个入金帐有什么就是不可思议的 入金帐就是 入金帐那时候也是非常感光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还是 环夫的 环夫的时候 嗯 然后根本就不懂 什么嘛 然后习气也很重啊 嗯哼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 刀气藏商人嘛 刀气藏商人哦 刀气藏商人哦 这话说得好 就是 因为本来就已经是当志工已经接触了啊 就以前啊 以前没有接触瓷器的时候 刀气藏商人 就是那个脾气也是不是很好 是 对 比较急性质 哦 然后我是 我是动 我是比较心急啊 我儿子是比较慢 所以就 那个家庭的气氛也不是很好 妈妈 哎 一个个性很急的 妈妈真的急在西红 很辛苦 很辛苦耶 然后妈妈 啊 快点啊 然后小孩子好像不感觉到什么 那我们就先 盖盖子 给他去焖煮一下 试试 好 然后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 这样比较节省瓦斯 关火不是关小火 关小火 好 再煮约5分钟 好 那现在我们就等他现水滚了 我们就把它关到小火去 对对 好不好 关小火就让他慢慢慢慢慢慢的 然后再放一个锅 锅锅 先放下去吗 对 OK 放下去 然后呢就不管他了 不管他了 好 这样子我们等5分钟之后就好了 对对 那么你 再来要做一个什么料理 我要做那个 紫苏梅炖冬瓜 哦 紫苏梅炖冬瓜 对 比较夏天口味 从来没吃过 真的吗 嘿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好吗 紫苏梅炖冬瓜 材料有冬瓜一块 嫩姜一小块 紫苏梅四颗 枸杞适量 调味料有盐一小匙 紫苏梅汁少许 我们就看到这个冬瓜和这些 清淡的这个调味料 这也是你做了一根梦就零光炸现 然后出来的 不是这个是我去做 去我们进士堂做香机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做香机的过程就是 在那切菜的时候 然后跟师姐在闲聊的当下 然后她就说现在就说要煮什么 大家在那边商讨 就是在那边互相研究 在那边研究 然后就冬出火花 对对就说出这道菜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就试试看吧 我们实际的香机师姐 那是全世界的宝贝 对对对 互相交流 对而且全世界的香机师姐做的料理 是说全世界的大厨师都做不出来的 因为都有妈 就是有感情的 有感情真的有妈妈的味道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妈妈的味道要怎么做呢 来你来示范 那不好意思我就来吃了 好好好 好那个首先 首先我们先切一下冬瓜 切冬瓜 我先来吃这个冬瓜好了 然后切差不多普通大块就可以 普通大块 然后它等下煮一整会缩水嘛 对 对 然后这个冬瓜吃下去 好 它有那个 那个 那个紫苏的香气咧 对这个紫苏也是我一个亲戚自己 自己 腌制的 所以也是有机的 它有一点点辣辣是因为姜 对嫩姜 所以那个 那个那个紫苏的香味 哇 这个如果吃冰的嘛 就很好吃 对对 因为这是它稍微夏天口味 对啊 我这个炎热的夏天 这个吃下去真的很开胃哦 对啊对啊 而且零负担 对啊 对啊 它会让你就觉得说吃不下饭 吃这个很开胃 对 而且这个冬瓜又有这种清凉沥水的功能嘛 对对对 哦好好吃哦 好特别哦 我这种也是要 我这种疾病是要利尿的 哦 它也是会让水分会比较容易滞留在身上 对对所以我不能水肿 哦 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好奇说 等一下我们要撒一点 你说 从那个医生宣布你只有三年到现在几年了 現在已經邁向第七名 也是吃素的功勞喔 真的 那個醫生你有沒有覺得 你還是有繼續去回診吧 都在我們大寧醫院 哇 那醫生有沒有覺得你 不可思議 上六七五月份的時候 我又要重新回診 因為我那個藥是那個 一天要吃四千塊的藥 蛤 蛤 不是 對 一定要吃四千塊 每天都要吃 對啊 我一個月差不多要十來萬 十幾萬耶 對啊 所以我現在說我是最有錢的人 哇 可是很敢跟你們家師兄 這麼的負責跟拚受理 那所以說 你說你看 現代新宿派來抄筆記 是在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我錄金帳的時候 錄完金帳 就那個時候也就是投入做慈祭了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剛好我們的四十五週年 然後你就在那個那個錄金帳的時候 感受良多 就是說不能再殺生 而且也不要當動物的魂墓 對 所以就是在那個當下我也是真的 也是都沒有再接觸那個 婚食 婚食 對 那所以為了要學做料理就抄筆記 那也是很 那個英年也是不可思議喔 每次我在抄筆記的時候 都沒有客人 所以現在還是有在繼續做每一把 但是波新宿派的時候都剛好沒客人 對 都沒有客人 而且我都一本那個 厚厚的那個日曆 那個人家在製作那個 所以那個食譜你抄完一遍 你是等於第一次是這樣 快速的抄 然後再來你第二遍再重新整理 讓它就是比較整齊 那我們後面再介紹食譜跟做法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重複一次 然後我也希望各位觀眾 因為大家會上網 也是會上網 如果你整理會上網 真的不像還沒有像我們師姐抓到這個PayPal 那你以後背後超好 沒關係 你也要記得幾月幾號播出 然後菜的名字是什麼名 你這麼清楚 然後因為你有這個資料 你才可以上網去找得到 好咧 我們今天也透過師姐學習到了 然後這麼好吃的 這個叫蔬果紅燒湯 好甜喔 那個原味的 原味好甜喔 可是那個水果 真的很好吃 好 我們就照師姐這個靈光炸現 然後設計出來的蔬果紅燒湯 然後我們照著做 另外要記得囉 學他的方法 插完筆記之後 整理完之後 馬上做一遍 還有上年的一句禁思語 什麼 用心就是專業 聽到沒有用心就是專業 這樣我都不會煮 我也會感恩 感恩 紅燒蔬果湯麵 做法是 紅蘿蔔白蘿蔔切滾刀塊 蘋果番茄切小塊備用 湯鍋放入紅蘿蔔白蘿蔔 素肉番茄蘋果 再加入姜片辣椒八角 接著放入冰糖 素蠔油 醬油調味 放入玉米塊 香菇 帶水滾 燜煮半個小時 使其入味 使用的時候 再加入已經燙過的麵條 和綠花椰菜就可以了 紫蘇莓燉冬瓜 做法是嫩漿切片備用 冬瓜切塊 在盤中圍成圓形 撒一些鹽 中間再放入薑片 紫蘇莓 紫蘇莓汁 蒸15分鐘之後 再放入枸杞 燜煮一分鐘就可以了 好 如魔術般的麵團 運用巧勁越甩越薄 在桌面極致延展 直到薄爐透膜 在隨手揮灑集抹蛋液後 就給它折起入鍋 每次過來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就吸引過來這樣子 然後吃起來的話就 跟一般蛋餅不一樣 它的皮膚比較薄 這樣Q這樣子 它是現彈現做 所以你吃起來你會覺得 非常的放心 而且你會覺得好好吃喔 吃一塊不夠 還想再吃第二塊 這家人氣印度甩餅攤 就開在自家旗樓下 每到下午兩點 總會上演這樣真功夫的甩餅秀 在印度的話 餅是當主食嘛 那做一做 因為還有很多配菜啊 所以不太講究它的口感 那我這裡當點心用 不可以不講究口感 所以最主要呢 還是讓麵粉餅煎起來呢 比較脆 這風味獨特的印度餅 其實是跟馬來西亞人學的呢 從事旅遊業的周老闆說 熟識的喬生朋友會這一項記憶 就利用鍾太太開設的服飾店門口 來賺些學費囉 因為沒有常貸團 在閒空的時候啊 剛好我有地點 他就來試試看 結果啊 好像無心插柳柳成蔭啊 結果做起來的時候 覺得還可以做 我們就把衣服店啊 慢慢減少 變成印度餅店了 喬生朋友回國之後 周老闆與太太 接下了這個生意 這才發現 看似簡單的印度餅 實際接觸後 真的不簡單耶 剛開始做有沒有 麵皮控制不好 發酵過度不可以使用 有時候還沒有醒面 醒不全啦 比較難做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靠經驗的累積啦 經過摸索改良 做成口感合一的印度餅 也做出一種輕鬆的氛圍 進而養出一群 天天光顧的老客戶 小吃因為在南部的話 在國內比較少人做嘛 自然比較多朋友 喜歡常常外地的美食 常來以後呢 要吃久去變成朋友這樣子 那麼目前在台灣用的咖哩粉啊 適合我們的口味 可能沒有那麼濃 所以我們的咖哩粉 是從馬來西亞進口 但是在馬來西亞 大部分的咖哩粉 是印度人在調配 所以基本上是 也是有印度的風味 到底的印度餅 當然是少不了咖哩醬啦 先起油鍋 把豆皮爆香 接著加入切好的紅蘿蔔 青豆 馬鈴薯 還有這充滿印度風味的咖哩粉 持續地拌炒它 對 要煮濃稠一點點的話 有些是用澱粉啦 不會用太白粉去勾芡 那麼我們呢 用的是全部用馬鈴薯泥來勾芡 盡量使用天然的食材 把所有食材炒出香味 添加適量水和咖哩液 等待滾沸 一鍋香噴噴的咖哩醬 就完成囉 另一邊煎台裡 頂皮像是有生命一番 反覆地膨脹消氣 不一會兒化為酥脆色澤 利落了起鍋 就可以上桌 精緻微酥的餅皮 沾上經典的咖哩醬 一路口瀰漫的異國滋味 讓人一時忘記自己身在何處 或者是淋上香甜的煉爐 可別以為甜鹹不和喔 味道在嘴裡 交織出生成的美妙滋味啊 就是剛剛煎起來很脆 然後就是你熱熱的吃 然後外皮又脆脆 就覺得口感是很喜歡吧 因為比較喜歡吃脆的東西 因為已經吃過好多年 所以它的口味沒有跑掉 然後也是非常的 就是讓你吃到嘴裡面 會覺得它很滑潤 然後也不會說因為 這悶的夏天感覺 它很溶利的感覺 所以說吃不鮮耶 吃到都變成了 沒有吃到變成了 你有沒有看 待會兒一瓣 我們都雞八八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好朋友傳授的印度餅 意外的在台灣大受好評 也因為這餅呢 結識了更多的朋友 下一回經過高雄的時候 遙望囉 來嚐一嚐這有趣的印度餅 坐在一起 對 是